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最近脸 所以今天有可能是我去日本之前最后一个美妆视频了 因为让我的脸放松一下 那今天是想给大家画一点不一样的妆 那就有点get ready的意思吧 然后感觉最近也不太有人看我的影片了 那就发着玩吧 XO This is 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定妆喷雾据说是要在化妆之前喷 本来我想买大瓶的 但他们安利说这种做旅行妆比较好 出门的时候 然后戴比较方便 上次的一个美妆视频发出来以后 有好多人喷鸡我了 是我攻击黑皮 然后我感觉可能是我 就是刚做自己的片子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什么问题 就是跟我平时讲话一样 然后我可能就是 会翻白眼皮说话 然后也没有刻意攻击黑皮 因为我好多朋友说是黑皮 其实我们开始化妆版 然后首先我们会用到 还是我老样子用到这个 最近我打算不买东西 然后准备到日本去买一点化妆品 到时候给大家做一些测试 我今天会用到前段时间刚买的一个粉底 这个粉底也不新鲜 但是我一直没有碰到这个色号 就是第二Star系列的 010最白的色号 因为这个系列我在专柜室的时候 就是觉得还蛮遮瑕的 然后它有一种 这个粉底液里面有自带这个 有点光的这种效果 因为它是Star系列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有那种荧光的 就是脸上有光泽的效果 但是没想到我回来试了以后 发现太干了 干到我整个起皮 大概这个亮效果 然后会滴两滴沙巴油进去 哈巴油进去 然后两滴 因为我是属于干性腹脂 但如果我觉得你是油性腹脂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有这个步骤 这就是底妆 大概的效果 我已经把这个颜色用铁皮了 这个我就建议用手指清点 好 好了好了好了 这颜步骤也完成了 我今天想画的是有点北欧的那种博主那种妆 有点毛发浓密那种女孩子那种妆 你能懂我的意思 好吧开始画吧 不要废话了 用灰黑色的这个眉笔 一年可能用不到它几次 所以我先做个打底 你们如果眉头画坏了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神器 给你眉毛拉一拉 就好了 对不对 就自然了 这个也不知道800年前的 眉粉了吧 还是卡兹兰的 看到这个脏的程度 我突然想起 渡边直美的那个 Vogue的那个 美妆视频真超可爱 里面全是特别脏 特别脏的画照片 然后我在想说 如果我给Vogue做一个美妆视频 我可以全套买新 这个应该是我大二还是大一的时候 买的 买的眉粉了 也得五年了这个眉粉 但我觉得还是很好用 因为觉得就是 它怎么用都用不完 真的很可怕 画又粗又脸的眉毛 然后这个眉妆还能结束 我们找一个快干掉的 睫毛膏 野蛮伸展 个性 还是这个啊 Face Sharp的 然后我们还是用到它 它最深的颜色 可以拿来做一个阴影 凹陷的地方出发 把它暈染可能 它的区域你可以控制 不好控制 当然 因为我的侧脸比较泡 所以我会先画一条骨头的这个线 关键它还有一定的这个修容的效果 眼妆用到这个 Nikki的3 Limit这个色号 给眼睛打个底 它是偏这种粉棕的 暗粉的一个打底色 Lunar 对吧 Lunar这个颜色 哎呀我的英语啊 哎呀我就别锁了 北欧妆嘛 对吧 稍微要眼眼影浓一点啊 然后我们用再深一点点的颜色 给这个眼这个眼眼尾和这个这个地方 加深一点 然后就加这个最亮的这个金色 在眼皮上面加一点点金色 然后用这个再大肆过度一下好吗 你不想画好了 你不想画好了 Kiss me嘛 高潮跟每一个眼妆都很大 I'm so tired i'm so tired i'm ji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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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误忘了 等我把头发弄下 稍等一下我买回来 装喝我的 今天就是这样啦 拜拜 i know